最近在河北星台发生了一件能够让福特吹嘘好半年的事情 件事情就是一辆福特福瑞斯被一辆装满泥沙的卡车压倒在身下 从卡车上翻倒出来的泥沙几乎将一整辆福瑞斯掩埋起来 车子严重变形,玻璃零件碎了一地,场面看起来是十分的严重 但是当人们将车内的驾选解决出来时,却发现驾选很幸运 只是受了一些小伤,并没有什么大碍 后来人们才注意到驾选之所以能够安全,全都是因为福瑞斯的功劳 大家发现虽然福瑞斯被卡车碾压,看起来已经破烂不不堪,满如一堆废铁 但是车子的AB柱却还保存完整,没有被压变形,更没有被压断 所以不得不说这款福瑞斯的安全质量确实给力 相信看到这个事件,有不少买了同款福瑞斯的车主会觉得自己买对久了 福瑞斯AB柱等关键位置是采用彭刚的 而福特是唯一一个非豪华车却在关键位置使用彭刚的 这样可以看出福特车确实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说回来,其实福瑞斯作为一款主打家用的经济型轿车 对于安全性方面也是一贯很执着 在2015年,福瑞斯就以56分的高分,获得了CNCAP的五星安全认证 所以大家在选车买车时,果然会考虑汽车的颜值以及配置 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要关心安全性的,毕竟生命只有一次 我们下期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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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见